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三位老师今天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 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绪 我觉得她变了 生前对我百亿百顺的 也特别浪漫 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 不是我变了 而是她还不够成熟 婚姻不就是财米油盐 我为这个家做出很多 甚至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给她做助理 她在家就像个老爷 油瓶子倒了都不服的 我是做活动主持的 平时就很辛苦 我要挣钱养家 她还怪我在家不做事 我希望她能理解理解我 她对我越来越不关心 却对其他的女人特别伤心 最近就和一位女歌手特别暧昧 居然为了她动手打我 我觉得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这样的日子到底还能不能过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46岁 来自湖南活动主持 女嘉宾刘女士41岁 同样来自湖南活动助理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久 两年 是再婚是吧 是的 谈恋爱谈了多久 两年一次 小片最后说最近她跟一个女歌手暧昧是吧 跟你动手了 对 也不算吧 我觉得应该算推仓吧 是这样的一个 她打了我观怎么不算 但是你的前应后果你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这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面 她是现在帮我扣那个音乐嘛 然后我的手机放在后台 她就拿着我的手机看吧 结果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没说 后来去吃宵夜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她看到我的手机嘛 就一直拼命地喝酒 你手机里有什么呀 她看完要喝酒 其实也就是普通的一些聊天记录 但是呢在跟别人聊天的同时呢 就是有时候称呼到亲爱的 或者是宝贝啊 或者是亲 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这也是个口头禅吧 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称呼吧 她结果就生气 喝了很多酒 然后回家之后呢 抢了我的手机 直接给那个女哥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直接就把人家给 我是打电话问清楚一下 那是问清楚吗 你直接就骂别人 说什么勾引你老公 那女孩她也受不了吧 然后咱们也真没啥事 后来呢 后来我抢了手机呗 她不给 然后呢 打了你女儿光 对 当时她发疯一样的那种感觉 她以前对我很好的 就是现在都变了 当时为什么不跟她吵啊 拿起电话就找那个人 我一直是想 打电话问清楚一下人家 问清楚了吗 她直接骂别人 这个好像不是重点 可能是我太激动 你还觉得自己错了是吧 没有 没错 女人直觉是最敏感的 那你今天来这儿是干嘛呀 我要离婚 离婚呢 我不下去了和她 就是因为这件事是吗 还有其他很多事 还有其他的事啊 咱们把其他的事也说说好不好 就是开始的时候嘛 我和她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 然后呢 她就开始追我 父亲留了电话嘛 看开始的时候对我很好 而且对我的家人也好 对我的孩子也好 其实我心里就想找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可是她结婚以后却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说说她怎么变的好不好 就结婚以后嘛 她老是结婚说有业务有业务 老是玩手机啊 跟别人联系啊 好多女人 我玩手机不就是联系业务吗 那你是接口 这是你的感觉 我觉得 好 有一次我炒菜嘛 那洗衣机里面衣服不是洗好了吗 我要她去把衣服量在上量一下嘛 她都不做成 就是嗯啊 就这样敷衍你 肥大力 家务我觉得本来就是女人成家之后的话 男人主外 女人主类啊 就是本来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的 我也不是你把我 然后我不是整个家都是我在养着吗 赚钱她的 我有付出啊 我辞了工作跟你在一起在做助理 我一个女人是吧 你过去有工作是吧 有工作 过去做什么呀 行政方面的 现在呢 她的助理 就灯光音响啊 什么东西的 那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辞职做的她的助理 是婚后吗 是的 结婚之后就做她的助理了 我觉得两个人要在一起嘛 以前没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朝九晚五嘛 她的时间 工作时间不固定嘛 没能在一起嘛 我就想一起工作一起努力把这个家务好 是你愿意的是吧 不是她要求的 我愿意 没有她也她没有要求 你怎么会说是她为了监视你给你做助理呢 因为结婚以后嘛 就一直都是怀疑我跟这谁 是那 然后实际上那个根本就没有这个事 她就是无中生有的 你说 一个那么大的影响 一百多斤重的 她要我抬 你不就做这个工作嘛 在公司里面 你可以 我问一下 我是你老婆呢 我不是你跟人呢 您在公司里面做什么呢 你是老板吗 总监 加上就是主持人 所以你是分管一个部门的是吧 整个的活动执行这一块的 都是 执行都是你在 都是我在管 然后她是你的助理呢 在职位上 还是你们部门的助理 她是我的助理 然后也负责那个音响这一块的 但是真是好多人的面 把我妈的狗血淋土 你本来做错了呀 一场婚礼或者 我才第一次做这个 第一次 你现在不做得好了吗 你看不就是我说你 你才做得好吗 我也不说你 我也不教你呢 是我自己学的 但是就是要说嘛 你做一场活动下来 本来就是很严谨的 你本来就是做这个事的 你就应该把它做好吗 好 我做这个事 那我为什么发烧了 三四九度了 不带我去看病 前面都是你跟进的 彩排也是你排的 编带得了吗 那会使活动 整个的活动会不成功 所以你还能坚持吗 那天不也坚持下来了吗 你就是跟着重要 什么都重要 就是我不重要 公司里的人知道 你们这种关系吗 知道 你也没有法外的开恩一下 反而是更严格是吧 我在舞台上面最要求的就是 音响要跟进的比较好 在每一个环节中间 那么他也比较熟悉了 所以的话呢 就一直 但是有时候没做好的话 我肯定会说吧 你是觉得他在工作上 对你格外的严苛 是吧 不关心你 生活上也 在家庭生活里呢 也不关心 比如说 有个晚上嘛 十一二点子呢 他原来一个女老板 打电话给他呢 要他谈亲哦 人家 他是离婚的 那个 那为什么找你呢 他跟我是朋友啊 朋友 然后加上 这么多人不找你啊 然后加上 他只有你一个朋友 然后加上 他是我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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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离婚了 然后心情不好 晚上叫我去陪他聊聊天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然后实际上聊聊天之后 后来我们又一大帮人的话 去唱歌卡拉OK去了 嗯 你就是狡辩 我觉得就是怀疑我 所以可能一个同事 你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的分量 都比你重是吧 嗯 还有他前妻 他前妻又怎么了 他对他虚寒温暖 联系一下就是虚寒温暖 这死太重了吧 我觉得吧 两个人离婚以后 为了孩子可以联系 可以沟通 其余的就不要联系了 孩子在他那边 有时候联系啊 这也很正常嘛 那你为什么给10万块钱给他 10万块钱是给孩子的好吧 给孩子 你们不是协议说上说的 一人一半吗 因为我前妻的话呢 他的工作不是很好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现在的孩子参加依考 一考前的 培训大概也就10万块钱 我就一起给他了 这个钱你给的时候 跟他商量过吗 没有 我说你给孩子怎么的啊 为了孩子哦 我不想背负后妈 苛刻的妈咪是吧 但是你对他父亲怎么样 他父亲不也是 我孩子的外公吗 怎么了 就是他父亲生病了 然后我就去看望了他一下 我觉得危险无愧的事情 我觉得两个人 都还是要商量着 搬每件事对吧 我方便问一下 您离婚多久的时候 认识了他吗 10年 然后10年以后 等于你碰到了 你现在的爱人是吧 对 然后开始追求他 追了两年 到手楼就不珍惜了 问一下 您孩子跟谁了 跟我 男孩女孩 女孩 跟他关系怎么样 特别好 他特别信他的 他们俩的关系特别好 嗯 那你怎么看就是结了婚之后 他对你不好 对你女儿好呢 小孩子他不懂嘛 20岁了 有时候跟我 20岁也不懂啊 有时候他也觉得他妈 有点很满不讲理嘛 我问一下啊 让你最无法容忍的是 他现在跟一个女歌手 搞暧昧 被你发现了 是吧 还动手了 他还动了手 对 所以你现在要跟他离婚 是吧 嗯 是真要离还是说说 真要离 那今天是谁要来这儿的呢 我要 你离就离了吗 到这儿来干嘛 我不想离嘛 一直也不同意 这段感情 或者说这段婚姻 应该怎么走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 称呼亲爱的和宝贝 这一类的称呼呢 就是对女方 在微信上 微信里面 就是所有您的女同事 女性的朋友 您都叫亲爱的 叫宝贝是吗 基本上 有时候 亲爱的 亲叫得多一些 这个也没准 也不是跟他有啥关系 就 心直以来就是宝贝好的OK 那你们两个人 谈恋爱的时候 你怎么称呼他呢 当然也许我们年少期 也是亲什么的吧 所以您觉得 这个称呼对于你来说 在划分这个人 跟你什么关系 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fire we want to chase the night want to dance to the light close doo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every sho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ow the morning we're gonna be we're gonna we're gonna be we're gonna be we're gonna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we're gonna be and we'll stay on forever we'll never have a quest we'll never have a quest we want to chase the night want to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never sho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we're gonna who we're gonna be who we're gonna who we're gonna be too hard to turn it wild who we're gonna be 其实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毕竟那个人他喊父亲 也喊了那么多年 尊重一个老人 其实这是一种美国 当然细节上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就不要再去强自夺理说 啊 他半夜有事情来找我聊天 哪个女人半夜12点找你聊天 是正常的吗 他还不尊重你的爱人吗 这样对他并不公平 我相信你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杂念 说我对这个家庭 或者对这个女人不认可了 我有什么其他的外星了 没有 但是你不够尊重他 虽然你们是二婚 可能 你的妻子没有 二十多子年轻美貌 但是她有生活的智慧 和愿意陪你走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这点是你所看重的 对吗 所以先生您需要调整的地方很多 你要尊重他 爱他 要跟他更好的交流和沟通 而不能那么的大难的 而女士我觉得你也要树立自己的自信心 其实在这个年龄 孩子都那么大了 遇上这样一个男人 愿意和你相守 证明你是很棒的 何必把自己搞成一个自怨自依的 这样一个小媳妇的状态呢 你应该发挥更多自信的光魂 让他看到你更自信更美好的内念 他自然就会尊重你了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婚姻 虽然出现了小的摩擦 会出现了磨合中的问题 但是大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好的 千万不要轻易说离婚 好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董老师 他给你开工资吗 开 多少钱一个月 五千多 你以前的工作多少钱一个月 差不多吧 但这个比那个要累一些是吗 是的 其实这个男人 严品宏说在财政上 对你完全透明 由你来掌管 这是很大的信任 我倒不这么认 其实本来是很大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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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老婆真的不容易 两个人都是二婚 来到现在 其实我认为我们之前发生的事情 都是生活中间的鸡毛蒜皮的事情 但老师这么说了之后呢 我也觉得确实对你缺少一份关心 希望呢你能够我们继续好吃这个婚姻 我不相信你会改 我还要考虑考虑 我觉得吧就是希望因为当时我为什么找到你的话也是看着你有一个女儿跟我同频率 也在这个年纪上面了 所以的话呢就是就是为了生活 其实我就是要想找个伴吧 我希望你深重地考虑一下 好 时间到啊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这对夫妻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我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欢迎大家登陛 去吧 那欢迎大家登陆优酷 你然后会更改一些的 你不会那么叫情 我也会 会走一辈子的 放心吧 这里这么多年来都不容易的说了 十年碰到的礼物 也算是最重要的决定吧 希望咱们一起共同的珍惜 两张吧 来来来 祝你们幸福啊 别哭了 那么拧吧 好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主任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了 愿他们幸福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自从他找到工作以后能挣点钱 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对我呢也越来越不好 我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有时候吧 他给我技巧太多了 我把挣了钱给自个儿多花点 这也不代表我不爱他 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现在敢明目张胆地骗我 还在外面跟别的小女孩搞暧昧 我已经道歉过好几次了 但事情并不是像他想的那样 我希望他别置气了 再原谅我一次 我觉得我对他付出特别多 但他却总是伤害我 我讨厌他的变化 他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了 是你变得陌生了 还是我们的感情变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李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摄像 女嘉宾小王22岁 同样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好 欢迎两位 怎么招人家的 我就是挺喜欢他的 然后也是因为有时候 工作压力比较大 可能是两人之间感觉 他觉得我变了 大学同学是吧 对对对 一个专业 不是 我是学摄影的 他是学播音主持的 怎么好上的 那会儿是我们同学也是聚会 然后我觉得挺好看的 还长得挺乖巧的 然后就激发起了我这个男性的 这个保护的欲望 那是大几时候的事啊 大二的时候的事 是不是谈了两年 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了 小姑娘 就是我们大四的时候 要实习了 他有一个恩师 就是说让他有形台 一个挺好的机会 让他去形台工作 挺好吗 但是他说让我跟他一起去 我去了之后 就让他父母给我找一个 就是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但是去了之后 就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找了一个前台的工作 就对我的专业 就是没有一点相关的 干了没几天就辞职了 但其实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 他自打挣了钱以后 他就很飘飘然 有点自以为是 我就觉得 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不一样 而且他还欺骗我 怎么自以为是 怎么欺骗的 他就是自打挣了钱 经常跟哥们出去喝大酒 每天都要喝得很晚 他一管我就是说 你今天喝酒不能超过三瓶 然后要不就是说 今天晚上十点之前 就必须回家 不回家就不行 我就觉得管的 确实是稍微有点严了 你像就是有时候 现在已经工作了嘛 然后就是跟同事一块出去 一些喝酒聚会啥的 必须得就是说 那个跟他们在一块 就是时间多长点 有时候同事过生日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说也是不能允许 十点之前必须回家 我管他 他总是明面上是听的 但是他就是会频繁地出差 他出差的时候 有一次我发现 他兜里有一个酒吧的打火机 我就很怀疑 我就开始查他的手机 我发现他跟我说 出差都是去酒吧 结果还认识了一个女孩 跟人家女孩聊微信 特别地暧昧 其实就是 出没出差 出差了 然后出过 骗过他是两次 就是但是 确实是没有做别的事 然后是跟同事们一块 就出去吃饭去了 因为他平时管的我就比较严 然后呢 因为那会儿正好是同事过生日 有没有跟酒吧的女生搞暧昧 那会儿是在酒吧的时候 然后也是就是说 一个同事 然后他带着他的那个 那些玩得比较好的 那些同伴之类的 然后正好我看了 那个女孩长得也挺好看的 想就是做我的模特 然后拍几张照片 帮我宣传一下 受不了问题 我是受不了期待的 除此之外 这小子怎么样 很自大 而且他挣了钱之后 他花钱很大手 他之前就是答应过我 第一桶金 说给我买一个香水啊 或者是什么的 不是说我特别想要他这个香水 我是想要他那个心 他承诺我的工作 和他承诺我的这件事 他都没有做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也是上学嘛 挣不了多少钱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恩师 然后就介绍我来现在工作了 然后确实是现在还行 然后挣的也是够自己花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现在自个儿挣了钱 就想给自个儿 就是买点衣服呀 手串之类的这些东西 有一次我用他银行卡 给我的购物车 也就一千多块钱 就清了一下 他回来就跟我急了 把银行卡密码也改了 我就觉得他跟我分得特别清楚 但以前从来不会 就是说他就是用我银行卡 直接就刷了 连说都没跟我说一声 我说你要跟我说一声的话 我肯定会让你去刷的 对不对 你说你的这一点在于他没打招呼 是吧 对 我觉得我为他付出了很多 夸他一千块钱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那样 就跟你他差距真的特别大 变了呗 嗯 你有改变吗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那样的 你现在已经回老家了是吧 对 不在一起了 他一个月之前回去了 对 所以你来追他是吧 对 我就想把他就追回来 他就是说不给我花钱这个 其实也就算了 他还跟我借钱买车 这我很接受不了 最后也没有借我 然后我还是自己买了 我是觉得就是说 哪儿的钱呢 自己挣了一点 然后又从我家里要了一点 他就因为我没有借他这个钱 他就觉得我是该他的 还是欠他的 就对我特别的小气 特别吝啬 前几次 刚车刚买的时候 我说你送我去上班不行 就连下雨天 下暴雨 同事的男朋友 都有人来接 就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挤班推托 我就特别生气 因为我是比较了解他的 我就觉得他真的就是 纯粹地找理由 等我回到家 我发现他真的 他车就在楼里 他就是没有来接我 说这车事儿 我就特别 特别上火 是因为就是那天确实是 我那天出来摄像之后 就特别累了 我说你自己打车回来一下吧 然后我到楼下我去接你 但是呢 他直接把我电话就挂了 直接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到外面就把车给砸了 砸车呀 我就是砸了一下 他那个机动车盖 没有说多严重 行 就这点事儿啊 而且他就是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 他就跟个小雨一样 就天天黏着我 结果到了星台工作以后 不忙的时候 他也要过在工作室 过在工作室 跟他的哥们一起打游戏 他甚至让他的哥们来陪我 你不怕引狼入室啊 听我说 你瞎的 就是我有时候会出去 就是周日周日 也会接一些婚礼啥的 我就说让我最好的哥们 带带他一块去玩去 结果呢 有一次 我一个朋友喝多了 然后就跟我说 说我这个哥们喜欢他 就是说要追他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挺没面的 也就是觉得挺那个 挺伤心的也是 可是呢你哥们喜欢我 那是你哥们单方面的 那你干嘛要回去发脾气 你干嘛要帅东西啊 有问题是那没有我的事儿 那是他哥们单方面的 而且他怎么不想想 自己跟女孩搞暧昧的时候呢 后来呢 后来他还要动手的感觉 跟你动手还是跟他哥们 是跟你动手还是跟他哥们 跟我但是他没有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说 我就是挺宠他的 然后就是因为这事儿 我确实是挺生气的也是 你当时这个找你哥们的时候 你就没想到你哥们和他能好吗 我哥们那会儿还有女朋友 就是我没想过这一点 就你哥们也不陪他女朋友 陪你女朋友 这算哪一出呢 就是我哥们那会儿是 那会儿是有女朋友 然后呢 他们一开始是在一块玩的 就过了时间之后 他们就给分手了 那你现在跟你的哥们儿 还往来一样 就断了都已经 就因为这事儿 所以你回家了是吧 我就种种事儿 我就觉得我们 就不是以前的我哥们 那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变了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从之前的学校 然后到了这个社会上去工作 可能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 去陪他的 因为有时候就是想 就是多挣一点钱 然后多学习学习 所以多接触一些人和事儿的 你这次来 是真的想挽回他的 还是说走一行事啊 我确实真的挺想挽回他的 好 女生今天来 是要把事儿说清楚是吧 嗯 确实也不想跟他好了是吧 在犹犹豫豫的吧 犹犹豫豫 但是在你的描述里 他可能人品不好 按你的描述对吧 他 欺骗 他的欺骗 其实我觉得就是 他挣钱之后 他真的是 哦 膨胀 是吧 那他以后钱 可能会越挣越多呀 但是他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我 所以你犹豫在哪呢 觉得没有那么在乎了 就是他以前对我 和现在对我就变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以后 还会不会像这样子 很担心的是吧 对 那现在回到家乡 找到工作了吗 我现在是在家乡做助教 你去吧 要呗 我去的话 然后我又会 就是说 甚至放弃老师 我老师跟我的这些工作之类的 哦 你父母知道这个女生吗 见了一遍 然后就吃了一顿饭 对 喜欢她吗 就我妈跟我说说 就长得挺可爱的 然后就让我好好对人 也挺好的 对 那你母亲知道她现在从形态 已经跑走了吗 不知道 跑回家了 就没敢跟她说呢 行吧 犹犹豫豫豫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男生 是吧 女生就更犹豫了 对吧 但是有一点点不舍得 是不是 是 如果 生活哪有那么多如果 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研判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界 你们两个人的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男方失控了 我说的失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她肯定什么都顺着你 什么都听你的 你是那种傲娇的小公主 趾高气啊 然后现在工作了之后呢 男生就有点属于那种 翻身笼笼把歌唱的感觉 哎呦 我这个挣钱了 能给你买点什么东西了 也能展现一下我这个 大男子主义的这一面了 所以她有点失控了 其实是对于你来说 她失去了你的掌握 但是对于她来说 她其实是在成长 每个人在离开学校 进入到社会之后 都会有一个膨胀期 那其实相较于你们两个人来说 同时从校园毕业 进入社会 她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方 可是你还在原地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哎她怎么变了 不再像以前在学校那样的 我说什么她听什么 因为她接触了面光了 她们格局变大了 她的眼界开阔了 还有一点 其实我最想跟女生说的一点就是 你追随她到她的老家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到她老家之后 你要干什么 只是盲目地追随到了她的老家 其实这是很多 不是说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之后的情侣 都会发生哪个问题 不是说因为爱情 跟另一个人 到了她的家乡 这件事不好 但是先听着你要明白 我先想好去你这个城市 生活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我先想好我到你城市后 除了你之外 我还有没有其他的规划 是属于我自己的 你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先规划好自己的未来 再去考虑要不要追随她到那个城市 所以爱情一定不要盲目追随 否则到了她的城市 你就会完全地丧失自我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现在 你觉得她变了 可能她没变 只是因为你一直在原地踏步 但男生当然也有问题 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就要给人家拍照了 这个在恋爱当中 其实是大忌 而且你骗她 瞒她 这是为了出去跟朋友去酒吧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都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态度的不忠诚 所以我也希望 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要 把她追回去要用行动 她可能才会动心 回到我们的城市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陈老师 来 严老师 好 我现在特别清楚你说一句话 你说碰到这个女生很乖巧 我想保护她 其实从你毕业以后真的走上社会 你们所讲述的点点滴滴 我都没有听到你在保护她 而且你买车 因为她没有借钱给你 你就不让她坐 这不是一个大男人的心 姑娘 其实你说她现在变了 人都在变了 你说为什么以前和现在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 你们以前面对是单纯的校园环境 现在要工作 要面对人际关系 甚至还有可能异性 更多的有机会去接触 没错 她是变了 你也变了 我们的环境都在变 但如何在不断变的环境 生活环境 社会环境 保持我们的爱情不变呢 这个不是一方面的 她什么晚上去酒吧 和一个女孩聊天 确实特别不好 但是 你有没有想想自己怎么样 才能够让一个男孩 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如何做到心不乱 其实可能你也没有在变化当中 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孩子 去选择自己独立的人生 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爱情 我觉得你应该慎重地想一想 这个男人适不适合自己 但总之我希望你们不要 被所谓的爱情的 这个样子蒙蔽了自己 我要做一个大男人 去保护一个小公主 你也不是小公主 你也不是大男人 何去何从 你们心里自己做决定吧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 陀老师 你说那天文 他砸一些东西 你砸了什么 砸了 我给他买了电脑 我问你 事到如今 你看见了这个男人在 我还是在那个女人在 出现了一下 我还有一切 但是决定 你不想听到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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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再好好考虑一下 时间到了 没话了 来 请亮灯吧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一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有话跟他说吗 其实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我希望也是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然后希望你能做你的自己的专业 然后也希望就是说咱们一起努力 然后把这个工作室慢慢地做起来 没了 刚才没说 现在说 走了 姑娘 你要干嘛 我去追她 那去吧 女生以这样一个方式 对这个恋情今天做了一个打点 未来会怎么样 在生活里让他们自己去摔吧 网友提问 我和女友在一起才三个月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但是他突然说 好像两个人根本没有在一起过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分手的决心很强 连解释都不给 我应该放手吗 没有解释 就是最好的解释 有人说 在一起不需要理由 分手才需要借口 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 在一起才需要理由 不爱了就不需要借口 如果你连分手的原因你都不明白 这说明的确如你女朋友所说 你们可能真的没有开始过 又或者你从来没有真正地进入过角色 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